大家好,我是梦想家 本期是介绍海贼王的死亡外科医生,罗 在2017年,曾经有过一次海贼王官方人体调查 在这次调查中出现了一匹黑马,死亡外科医生 特拉法尔加,迪罗 他的人气超过了索隆,高居人气榜榜眼 这足以看出他是一个极具魅力的男人 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个得到伟田偏爱的家伙 首先罗拥有高颜值的外表,作为新出场的人物 凭这一点就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 再说其他方面,他拥有排名前五的手术果实 可以创造一个全球体的空间 在空间内可以随意切割,交换,拼接人和物体 甚至交换人的意识 但被切割者并不会死亡,甚至不会受伤 这个果实最逆天的作用是 可以帮人长生不老 只是会牺牲掉能力者的生命 尽管他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可他在战斗中最大的依靠是他的谋略 从不以武力为主 除此之外,罗会做饭,也会航海 可谓是全能型人才 罗的帅气,全能义正于邪 高冷还带着一点反常梦的特质 也许是他人气爆旁的原因 随着航海的前进 特拉法尔加罗也更加立体展现在大家眼前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这个男人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经历 成就了现在的罗 罗出生在一个生产破千的国家 在这里地面树木,所有一切都是白色的 所以这里叫做白色城镇 扶雷凡尸,越是美好的事物 破开来的真相,越是丑陋残忍 开采破千会使人染上破千病 因此就连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是白色的 最终会痛苦的死去 世界政府为了封锁消息便封锁了整个国家 矛盾的升级导致战争的爆发 弗雷凡是怎么能抵挡得住世界政府的攻击 结果惨遭屠杀 就在这种情况下 罗青也看到自己的父母遭到杀害 作为医生的他们救死扶伤 为什么会遭到这种不平等的待遇 那么天真可爱的妹妹 拉米被困在燃烧的医院里 无辜的死去 她又做错了什么 原本要带她和伙伴一起离开的修女 也被军队无情的射杀 最终只有她活下来 不是说好了 可以放小孩子离开吗 为什么又要痛下杀手 面对眼前的横尸遍野 处处火海 宛如人间念玉般的场景 罗满星的仇恨 绝望 个性开始变得拧屈 当一个十岁的小孩 发现自己仅仅只剩下 三年龄两个月的时候 她没有害怕 她主动找到了多佛拉明哥 绑着满身的炸弹 抱着一种决绝的信念 加入了唐吉克的家族 她要杀人 如果充满慈悲性的救赎之光 不会降临 那就让世界陷入绝望好了 眼前这个阴沉绝望的罗 像极了幼石的多佛拉明哥 她仿佛在罗身上看到了自己 也许不久之后 这个交伙便能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带着这样的想法 多佛拉明哥同意了她的加入 顺便还告诉罗 自己经常盗卖恶魔果时 她可以在三年内 去寻找能够治好她的病的恶魔果时 这样她就可以活下去了 加入唐吉克的家族后 特拉法加尔罗 抓住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 她跟着迪亚蒂曼 学习剑术 和拉奥学习格斗 剃术 还有跟古拉迪乌斯 学习炮术 不得不说 罗是一个极具天赋又出色的学生 出色的人往往自负 所以在刚刚见到罗西南迪时 被其摔出门外 而心怀愤满在这里 再稍稍介绍一下 之后将会给特拉法加尔罗 带来至关重要影响 甚至改变他一生的人 唐吉克的罗西南迪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 这个人就是多佛朗明哥的弟弟 是第二代红星 所以大家称呼他科拉松 在西班牙语里是心脏的仪式 他是海军的卧底 目的是为了监视多佛朗明哥 他伪装成哑巴来迷惑众人 虽然同样经历了悲惨的童年 可他依旧善良 依旧对这个世界充满善意 此后 罗在垃圾场刺杀克拉松 在看报纸的他 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罗的踪迹 只是在听说了罗的遭遇后 克拉松很想帮助他 所以任由他刺伤了自己 并且还帮罗隐瞒真相 克拉松想要感化他 阻止他继续扭曲堕落下去 后来克拉松无意间得知了罗的全民 开始劝他离开多佛朗明哥 离开这个怪物 告诉罗第一的意义 第一支一族是神的天敌 罗震惊于克拉松居然会讲话 直接想到或许自己可以告发他 但是想到克拉松曾那么保护自己 他决定跟着克拉松离开 罗剩下的生命越来越少 克拉松带着他死出求医 但是当初世界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谎称破迁病是会传染的 所有人都唯恐彼此不及 克拉松见到这种情景 一次次努力为罗变白 可是没有人会相信 就是这一种执着有点傻的精神 唤醒了罗内心深处的善 原来真的会有救赎之光 原来还有人会为自己如此付出 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多佛朗明哥告诉克拉松 他已经找到了手术果实 如果克拉松吃了就可以救回罗 其实克拉松隐瞒了自己吃了激进果实的事情 一个人没有办法吃两颗恶魔果实 他知道这是多佛朗明哥在怀疑自己 而且多佛朗明哥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不劳手术 可是为了罗 他毅然决然的与整个世界为敌 他打算破坏海军和海贼的恶魔果实交易 从他们手中抢来让罗吃下 罗吃了手术果实 身体得到恢复 而克拉松却被敌方开枪打伤 生命垂危 罗很难过 可是为了完成克拉松的委托 将拯救德雷斯罗赛的资料交给海军 他离开去找海军 没想到带来的人竟然是海贼落地 在海军的维尔坎 目睹着一切的罗满心悔恨 是自己害了克拉松 把敌人带到了他的眼前 越加控制不住眼泪 甚至自己已经没有办法走下去的克拉松 把罗藏在箱子里 并且用寄进果实的能力 消除了罗的声音 冲着罗养起了一个大大的笑脸 他希望罗能够在回忆起自己的时候 记起的是笑脸 就这样克拉松带着微笑 被多佛拉明哥杀掉了 那个如小丑一般 笑起来那么丑的男人 看着却是那么温暖 他温暖了罗的一生 所以红星海贼团的旗帜 是一个笑脸 所以罗胸前闻着笑脸 还有那颗心 从那以后 罗是为了克拉松而活 为了讨伐多佛朗明哥 在海贼王里面 最喜欢的就是 克拉松带着罗四处奔波 两人相依为命 温暖疲齿 狂风暴雨中 两人撑着小船 仿佛可以度过一切惊涛骇浪 每每看到这一段 总是感到有暖牛在心底 暖暖流烫 沉痛 而感人肺腑 后来便是香坡地群岛出登场 他是和陆飞同样 最受世人瞩目的超新星 压轴出现在观众视野中 吸引住了一大批观众的目光 之后在天龙人事件 罗和陆飞 基德 站在一起 对抗海军 这一幕注定成为 超新星的标志性画面 在顶上战争 罗目睹了陆飞所做的一切 当电话从转播被切断 当其他所有人 选择围观事态发展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决定 开船去支援草帽当家 他选择做历史的参与者 因为他及时出现 陆飞捡回了一条命 或许在那时候 罗就已经在谋划 拉着陆飞一起摧毁 庞克哈萨德岛的阴谋 一起挑战四皇 在庞克哈萨德岛 罗终于亲手惩戒了维尔坎 粉碎了多佛朗明哥的计划 这其中无不掺杂着罗的材质 还有他的城府 他把斯摩格心脏 与莫奈心脏交换之后 给了凯撒 这是非常大胆的举动 如果被凯撒发现真相 罗就没有办法控制他 而凯撒胆小怕死 又自私自利 他让莫奈叫出心脏 根本不在乎他的死活 毫无犹豫放出毒气 即使看到维尔坎 也在那个房间 反正只要他自己没事 其他人死活他都不管 罗也深知凯撒这点特性 所以最后凯撒被打败了 也想拖他人一起下水 结果歪打正着 害死了莫奈 这一段将他的腹黑演绎的淋漓尽致 吸足了目光 让人越来越欣赏罗了 在德雷斯罗萨和陆飞配合演戏 不管受了多少伤 仍然会站起来继续 终于打败了多佛朗明哥 为科拉松爆了仇 经历了这么多 罗尽管仇没承认 但是他和陆飞之间的羁绊 已经等于是同伴了 或许未来某一天 罗会使用不劳手术 再救一次陆飞 第一终将会掀起狂风暴雨 罗坚信这一句话 并一直为此付诸行动 救下另一个第一 斩断齿轮 打破新世界的平静 阻止多佛朗明哥 倒对四皇凯多出手 他的每一步掀起了渲染大波 一直到最后寻到One Piece 让这个天龙人统治的世界 彻底颠覆 这就是罗选择的生活方式 在最后我想用战国对罗说的话 作为结尾 不要以为自己得到的爱 去找一些荒唐的理由 只要自由的活下去 就够了 本期视频到这边已经差不多了 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如果你还没追踪我的FB粉丝专页 记得去追踪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记得马上订阅 还有我也是Bilibili的up主 除了这三个平台外 其他的都不是我本人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是孟小佳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